听说多吃这个,面膜都不用敷了,不知道是不是真的,要不要和我一起来印证一下呀。 看到网上有直接卖搭配好的雪焰桃椒造角米,就直接买了回来,提前一晚将雪焰和它们分开泡发好。 泡发好的雪焰晶莹剔透的,看起来还真的有点像烟窝呢。 炖的时候,先炖桃椒和造角米,加入适当的冰糖,水的用量只需要没过食材一倍就差不多了。 炖的时候,我们开中小火,炖上30分钟,这个时候我们来做一下奶冻。 牛奶中,加入细砂糖和白凉粉,煮沸以后倒入到玻璃杯中,等待凝固。 雪焰我们要注意,一定要最后才能放入,炖上10分钟就够了,不然炖久了,就全都化掉了。 炖好的雪焰桃椒造角米,等到不烫的时候,我们将它装入到玻璃杯中。 天气热的话,冰蒸一下吃会更加的好吃。 吃的时候,面上还可以撒些桂花来增香。 这款甜品,我想应该很多人都会喜欢吧。 不但好吃,还能美容养颜。 搭配着入口即化的奶冻一起吃,真的是绝绝子。